柴油暖气机已经开了一个小时了 电脑溜的状况是全缩在一起 很显然的,觉得很冷 车里面已经冻住了 摄影机也不工作了,应该是动关机了 本机也不知道拍了多少秒 这玩意的星空很美 外面太冷了 根本就开不了机 所以拿进来了 太阳不敢起床 鞋现在棒棒硬 鞋都冻住了 把所有的一切都冻住了 今天离开此地 不要往盲康方向 再不走可能会封城哦 哎呀太冷了 现在出发往318走 车里的气温好低啊 这是出太阳的气 晒了一会儿的情况下 凌下9度8度 路这个雪已经冻住了 已经成了冰了 所以很滑 在我左边的是明泳冰川 我现在是在214上 店小六玩得很开心呢 小六真的不是一只拆家的狗 小六很乖 到中午了 找个地方停车做饭 这里正好有个地方可以停车 然后让店小六解决一下内疾的问题 我也该吃饭了 这下面就是蓝沧江 很蓝很蓝 当然蓝沧江不是那个蓝啊 不是蓝色的蓝 是波蓝壮阔的蓝 我现在已经进了西藏的昌都地区 前面就是214的终点 蓝沧江 318国道了 这里可能是318214最高的一段 我感觉我和那雪山平行的 下面是蓝沧江 我没有系安全带 是我觉得太危险 我宁愿让他扣分罚钱 因为我的速度是30嘛 那就是冰川 很壮观 小六睡得很香 很香 小六 在这样的路面上 胆大 心还得细 你得带着后车一起飘移 这个地方你只要稍微停顿一下 你基本上就走不了了 像这样的弯 刚才就把车给横过来 根本就不能停 你得往死里踩油门 现在外面是 看到了吗 不能担心 不能害怕 你得油门 你得踩 这是214海拔最高的地方 什么什么冰川吧 山顶 气温一下子降了非常非常多 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要把刹车刹死 让它减速 让它往前冲 顺着路走就可以了 如果刹死 你刹死的话 很容易出事 下山比上山刺激多了 刹车失灵我就往那树上去冲 还好 还有60公里到芒康 一能芒康县城还有60公里 就到318了 214就过去了 我刹不住了 我 终于下山了 现在已经天色已经很晚了 我在一个村庄里住车 这是一个藏族的小村庄 叫普拉村